第一次看到兔龙产品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要拥有它 至于原因 我觉得大概是因为相机撞了它之后 可以转接各类的器材在上面 然后会让我的整体设备看起来特别的酷和pro 那么在实际拥有了这款洋葱工厂出品的荔枝L型兔龙 我是不是还觉得我真的需要这一个兔龙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牙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更新 很高兴跟你在这里再次见面 非常感谢洋葱工厂免费赠送给了我这款 索尼A6系列的L型兔龙 那么这款产品我也是在春节之前就收到了 至于拖到今天才更新 是因为我想要使用的更多之后 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使用体验来给大家做分享 那当然我并不会说我是因为我 那这条视频呢 我也会跟洋葱工厂一起为大家做一个抽奖 那就是免费送出一个尼康Z6的L型兔龙 那具体的参与方式呢 我会在视频最后告诉大家 那不如现在 我就先聊一聊这款荔枝L型的兔龙 外观上整体使用的是航空级的铝合金材质 然后再配上磨砂勾密的处理 那在手里的质感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手握处还有一条非常接近机身手柄皮质的贴皮 那么随着包装还附赠了一条备用的贴皮 与相机相连的底部还有三块防滑垫片 可以避免相机与L版在安装时产生的磨损 那同时呢 也给电池仓留出了空间 可以直接打开电池仓 更换电池或更换SD卡 底部拥有两个四分之一裸口 和一个八分之三的裸口 那同时它的侧边还拥有了六个四分之一裸口 和一个八分之三的裸口 那整体的拓展性在我看来还算是比较丰富的 那也正是因为所有的拓展接口都在左侧 导致当你左侧连接了很多设备之后 你在手持的情况下的重心会明显的向左侧倾斜 这款L型兔龙在它的底部和侧面都设计成阿卡快装板 那装上它之后就可以直接配合部分三脑架 或者是稳定器来直接使用 那同时呢 它也可以完成我们的竖拍和横拍的模式 那我手里的稳定器呢 是VBO Lab 那在配合稳定器使用的时候 我还是需要将我的兔龙底部来装上 至于原装的这个快装板 原因是因为这个L型兔龙底下并没有卡扣的设计 所以并不能直接用在我的VBO Lab上来使用 这个L型兔龙在我看来 它最独特的设计 就是左侧和伸缩的功能 那收起来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 但一旦拉出来 它就变成了你的一个手持拍摄的握柄 可以直接增加你手持拍摄的稳定性了 同时它也为相机机身的左侧借口区流出了空间 可以直接将线材与相机机身连接 那这个兔龙还有另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部分 那就是它的底部磁吸设计 它可以直接将附赠的一个六角扳手和一字扳手 直接吸附在底部 那同时呢 这个一字扳手还是一个半插槽式的设计 而且它的磁吸力度也是非常OK的 它现在在吸附在底部 我使劲的晃动它 它也并不会有丝毫的松动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设计 我从此就告别了非常困难的攒硬币的生活 那其实这个L型兔龙 它本身的重量并不是很重 但是配合我的索尼A6400在一起使用的时候 它的重量就明显的增加了 甚至如果我出门要单手 举着它来拍摄Vlog的话 变成了另一种的负担 那这也让我有了另一种体验 就是我手取着一个全画幅的相机在拍摄Vlog 但我的相机却还是一个C幅的 左侧的热靴接口 虽然可以解决麦克风 直接放在机身自带的接口上 而导致了屏幕不能完全翻起 甚至这档屏幕的问题 但是放在了左侧 它还是同样会遮挡我的部分屏幕画面 那除非我取下防风罩 另外也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 为了适配所有的索尼A6系列相机 那么在手柄处为了A600也做的宽大了一些 但这样的体验放在我的A6400身上 我的手指放在上面会觉得各手 放在下面又会觉得很宽不顺手 那最后一点就是这款L型吐龙 在与相机连接的底部设计了三块防滑垫 可以避免相机和它在神功中产生的磨损 但这也导致如果你需要翻起屏幕的时候 你将会非常困难的吃力的去把屏幕抠起 又或者我把拾索板打开之后从侧边抠起 又或者说我直接将屏幕翻起来之后 再去连接这款快创板 否则想要翻起屏幕会变得比较吃力 那在实际用了这款L型吐龙 以及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认为这个产品对于视频拍摄者来说 它的确会让你的器材看起来更加的酷和pro 那同时它也会是你的一个得力的帮手 那它有横拍和竖拍的阿卡快创板的设计 可以让你非常快的在手持和散摇架 甚至稳定器之间来回的切换 而不用更换更多的快创板 以及还算丰富的接口 可以基本满足你的扩展需求 但是我觉得对于使用微单相机的Vlogger来说 出门的轻便是第一要素 那么在我们装上吐龙 再接上麦克风 再接上监视器 再接上补光灯 那这样一套设备下来之后 你可能单手举起来的欲望都没有了 当然你也真的需要去为你的Vlogger 来转接这么多的设备吗 所以我觉得对于有视频拍摄需求的人来说 这款L型吐龙 会是你的一个不错的得力的帮手 那如果说洋葱工厂在以后 推出更好用的热血转接板 那对于Vlogger来说 那才是一个更好的帮手 以上就是我所有关于洋葱工厂的 索尼A6系列的L型吐龙 的使用体验分享内容了 希望看完这条视频 你对这个产品也会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此刻现在我们就来聊一聊 如何才能获得这一个 尼康Z6使用的L型吐龙呢 这个尼康Z6的L型吐龙 在官网的价格是469元 那么现在你只要在我这条视频下方 留下十字以上的评论 同时关注我和洋葱工厂的B站账号 那么我会在3月15号的当天 通过抽奖软件的录屏方式 来抽取一个幸运的人 你就可以获得这款价值469元的 尼康Z6的L型吐龙 那希望抽中这个人 也的确是用尼康Z6的朋友 那希望你会用它来创作出更好的视频作品 那么好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的视频内容了 很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那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你也会更好地了解这款产品的话呢 也希望你能够为我献上你的三连 一个热鞋接口 前面还有两个接口 底部还有三个接口 这款Z6的L型吐龙 比我的索尼A6还要强大 酸了 那这个Z6的L 那这个 那这个 这个 对 说什么来着 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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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了